今天頭條話題來關心的是12年國教的一連串訊息 反12年國教遊行呢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從凱道出發 原本預計只有500人參加抗議遊行活動 不過北中南的家長串聯 最後是包車北上 最後呢出現了將近1000人共同參與 他們抗議自己的孩子 因為資訊不透明 在填寫志願序上非常吃虧 而教育部所謂的高路曲率 也被家長批評是高分低救的結果 最強的韓劍志請求 部長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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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國教聯盟聯合全台灣15區的家長 走上凱道抗議 對12年國教的不滿情緒 在來到行政院時 衝上最高點 行政院走不出來 我們幫我當分路丟進去行政院好不好 行政院 行政院好強 中正義分局長方養寧 舉牌要求家長冷靜 抗議家長制製氣球一路發送 說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如果教育部不正面回應 不排除還有抗議動作 如果說還是不理不睬 我們不排除 還會再繼續來做我們的抗議活動 我們部裡面現在講的 高達8成第一志願 有沒有想過 都是高分低救的第一志願 不是真正想要的第一志願 弄清楚不要再騙人了 台中 陶竹苗 台南等各區家長齊聚 主要訴求都是針對資訊公開 還有廢除志願序 拿出小孩成績單四個A超亮眼 但是依志願序規定 每差一個扣兩分 連續扣了12分 孩子竟然連第七志願都上不了 沒學校念 家長痛批填志願 就像是玩俄羅斯輪盤 希望第二次免試能夠自願序不扣分 這個分發程式是完全沒有公開的 我們覺得這像黑箱作業一樣 遊行隊伍綿延將近一公里長 許多家長為了孩子 第一次走上街頭抗議 不過教育部沒有正面回應 家長只能帶著孩子繼續拼特招 U電TV 林天佑佳妮 台北報導 畫面當中我們看到了 家長帶著學生走上了街頭 我們特別整理了這一次 上街的家長們有五大訴求 第一項包括有志願序不扣分的部分 這所說的就是第二次免試超額比序時 志願序不能夠扣分 來尊重做家長跟學生的教育選擇權 第二項則是修正先免後特的規定 也就是先免試後特招的規定 以免同樣的困境會再度發生 第三項看到的是檢討十二年國教決策 其中包括過程以及實施方式 並且家長還要求要嚴懲虛職 或者是待乎職守的官員 第四項看到的是教育政策的部分 則是要求要制定教育政策制定程序法 防止黑箱制定 引起家長學生惶恐的教育政策再度出現 最後一項也特別看到了 他們向政府呼籲的是 政府應該要參考審議的結論 在檢討以及修法過後 儘早擬定符合人性 事性 公益原則的入學制度 中文字幕協議 中文字幕協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